好,同學好,我們這一支影片要來講一下 銳角三角形的基本關係 我們有三個關係 第一個叫上數 第二個叫平方 第三個叫羽角 上數關係是 你看喔,tang等cos分之sin 其實這還蠻容易理解的 為什麼,你知道嗎? cos分之sin,我來寫在旁邊 你看cos不就是c分之b 斜分之0 所以你看我畫在旁邊喔 cosc分之b分之sin sin就是c分之a 對不對,還記得嗎? c分之a 所以你看喔,cos分之sin 這樣寫下來之後 這個c跟c就約掉 那它不就變成誰了呢? 不就變成b分之a了呢? b分之a其實就是 你看b分之a不就是tang嗎? 好,所以第一個我們就證明出來了 tang其實就是cos分之sin 其實怎麼記憶很簡單 cos,用路徑記憶法 你看tang等於cos分之sin 就到了tang 這樣,這個cos分之sin 就到tang 再來我們看平方關係 平方關係 就是我現在畫的這個 三個這個圖顏色的 sine平方加cos平方等於1 再來tang 加1等於sac平方 高三還會再學一個1 加cotang平方等於cos平方 我們來說明一下 你看這很好記喔 sin平方加cos平方 那就把它帶進去 sin就是c分之a 好,你看喔 所以sin平方 那不就是c平方分之a平方嗎? sin平方 加上cos平方 cos平方就是這個c平方 分之這個b平方 你看,這兩個相加我的分母都是c平方 所以我可以去合併他的分母 所以我的分母就是c平方 至於我的分子呢 就是a平方 對不對 好,加上b平方 所以你看喔 這個銳角直角三角形 a平方加b平方 不就是b式定理嗎? b式定理 那這個兩個平方相加 不就是又是c平方了嗎? 所以a平方加b平方 又是c平方 下面也是c平方 所以這個約一下 最後畫減結果得1 好,這樣就真的證明完成了 所以sin平方加cos平方等於1 還有注意喔 我們的平方不寫在最後 也不會刮起來 會故意寫在這個中間 才不會讓這個很多這個誤解 這個是一個我們 老祖宗定下來的這個記憶方法 就是一個符號啦 不能說記憶方 就符號 sin平方加cos平方等於1 那另外一個呢 請同學補充在講義 好,就是tang平方 Tan tang 應該是唸成tang sin平方 加上1 好,會等於呢 sac平方 那這個請你補充下來 這個也是我們常常學的 可是因為講義為什麼沒有 因為講這個 因為他們會想把它 視為理所當然就沒有了 好,所以請你把它記起來 tang平方加1等於sac平方 所以很好記,你看 這有點像這個 這個核能的符號對不對 tang 上面兩個點 像平方相加 tang平方加1等於sac平方 至於高三還會再講到一個 1加cotang平方等於cos平方 那在這裡我就不講了 最後我們來講 與角關係 sine的90-theta會等於cos 這個什麼意思 你看嘛 假如這個a我把它視為是theta 對不對 那這個就不就變成90-theta了嗎 所以sine sine的90-theta是什麼意思 那這個就是90 90對90-theta的sine 斜邊分支 你看對這個角 對這個角 我現在畫的這個角 在上面 我現在知道我的筆在哪裡嗎 對這個角 斜邊分支 這個這個 sine不就是斜邊分支對邊嗎 斜邊在這裡 然後對這個圖的角 斜邊在這裡 對邊是b 所以c分之b c分之b 可對這個theta來講 c分之b是cos 所以你知道我意思嗎 就看對誰來講 其實我說中文你還是要知道 所以對這個sine的90-theta 90-theta來講 它的sine 其實對theta來講是cos OK 那最後一個 那麼sine theta是誰呢 你看 就是cos的90-theta 什麼意思 sine不是原來是斜邊分支對邊 所以你看 這裡是斜邊分支對邊 好 那這個斜邊分支對邊 是c分之a 可c分之a對這個角來講 是斜邊分支 這個對它來講是0邊 斜邊分支0邊 好 不好理解對不對 那斜邊分支0邊 應該是cos 所以對90-theta來講 它是cos theta 總之呢 我們其實還蠻容易記憶的 你看 sine呢 好比說sine的46度 那就會等於cos的什麼 呃 這個46 那所以90-46 那就是44 對 好就是 或是這樣子 sine60度 sine60度 那就會等於cos的30度 所以這兩個角相加呢 會是90度就對了 好 就這裡面的角相加呢 會是90度 好比說cos的70度 好cos70度 那就會等於sine的20度 好 所以這個魚角關係就是平的 你看 sine 好跟cos是魚角關係 好 這樣了解我意思嗎 好 所以這三個關係 請你記好來哦